通明 回步当初 他改过自新 真诚忏悔 实现自我救赎 要不让我去跟孩子聊聊 你 我在监狱里的时候 看了很多关于心理学的书 敬请期待方圆巨震 解脱下集 遇上了歹徒 心被刺中了要害 我要报复 我要报复 不要 你不能当警察 妈不想再失去你了 哥哥是榜娘 也是我们一家人的骄傲 我想像哥哥一样保护你们 我今天在路上遇到的 可能真的是童娘 她会不会 真的来报复我们 小夏 她 你别怕 这不是还有我吗 这孩子怎么不懂 我接电话呢 难道先回家了 林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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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嫂子 婷婷 林玲放学 我晚到了没有接到她 我现在在家里 可是她没有回来 你先别着急啊 你在学校附近都找一下 咱们学校门口会合 好好 怎么了 林玲找不到了 我得赶紧看看什么情况 我跟你一起去 老师 林玲是不是还在学校里啊 没用啊 我看着她出去的呀 嫂子 什么情况啊 今天我们是按时放学的 每件孩子有什么异常啊 嫂子 你先别着急 咱们先自己找找 这情况特殊啊 她都被放出来了 万一 春俊 你先陪着我嫂子 在学校附近找找 我回所里跟所长汇报一下情况 行 那你先回去 我和嫂子分头找一下 是 始终几个小时 快两个小时了 这样 咱们分头行动 小刘 你协助李一厅 调取学校周边的监控录像 再多派几个人过去找一找 务必要把孩子找到 是 如果二十四小时以后 还找不到孩子 寻找图名 是 谢谢所长 那行 你们去吧 喂 嫂子 回家了 行 我知道了 林林回家了 那赶紧过去看一看 行 走 应该要你在这边 那边 你要去呀 子 对 我去吧 毛rom 你要去哪儿 以后你要是去哪儿 必须提前跟我们说清楚 知道吗 行了 嫂子 这孩子回来了就行了 这么晚了 给他做点吃的吧 灵灵 以后放学 没有家里人去接你 你一定不能自己回来 如果遇到陌生人 更不能跟着一起走 特别是不认识的叔叔 知道吗 妈妈跟你说这些话 你要记到心里 好了 没事了 妈妈呢 跟姑姑也是为了你好 知道吗 来 咱们写作业吧 今天作业多不多 回来了 啊 灵灵没事吧 没事啊 今天谢谢你啊 你说 你还这么客气干啥呀 这都快成一家人了 这都快成一家人了 不是 我是觉得你们太紧张了 我查了一下 那个图名啊 他是减刑释放的 他十年以前说要报复 没准就是一时嘴硬 再说了 这都已经接受了十年到改造了 人是会变的 但愿如此吧 那个 如果你以后加班 你嫂子也不得空 跟我说呗 我去接孩子 那怎么好麻烦你啊 这又啥呀 那再怎么说 我也是他未来辜负啊 我去忙你的 话怎么这么多呀 灵灵 还没洗好啊 还没有呢 快点洗啊 马上要考试了 睡觉之前再看看书 看看英语吧啊 妈妈我今天有点累 想先休息了 那困了就先休息 明天早上起来 嗯 灵灵 不要怪妈妈今天批评你 只是你今天这样 真的很让妈妈担心 以后不要这样了啊 好 我知道了 笑天下案 你放心吧 灵灵我们接到了 好 那天ziel 你放心吧 灵灵我们接到了 你抓我干什么 我也没犯法 童鸣 你来这儿干什么 你休想伤害灵灵 我没伤害她呀 姑姑 这个叔叔她不是怪人 说吧 跟着灵灵做什么呢 我真的没有伤害 那孩子的意思呀 你知道她是谁吗 你跟姑姑说实话 我 我 灵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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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嫂子 灵灵 你没事吧 灵灵 你没事 没事了 幸亏赶到她及时 现在人在审讯室呢 灵灵 我是怎么叮嘱你的 你万一被坏人害了怎么办呀 妈 那个叔叔她不是坏人 你怎么知道她不是坏人 她是杀死你爸爸的凶手 你说你没有伤害她的心 那你平白无故跟人家小姑娘后面干嘛呢这一路 我说了 你们会信吗 你最好老实交代 别跟我这耍花样 你都坐了十年牢了 还想二斤功是吧 我是坐过老 我是坐过老 可是现在我没有伤害任何人 我有什么好交代的呀 嘴硬是吧 好啊 凡事讲证据嘛 我们现在不污蔑你 但是 你要是敢有半点害死之心 绝不轻饶你 我给你 你只有跟我们说了实话 妈妈跟姑姑才有办法帮你解决问题 是不是 可 可是 可是什么 可是她真的没有伤害我 莲莲 你跟姑姑说 你是怎么认识她的 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说实话 就是上次你们找我的时候 上次我见过她 对 我们临栏的 你姑姑是警察 那如果我们现在欺负你 你姑姑会来救你吗 放学以后 乖乖地跟我们走 不然 你懂的 看完了 看完了 走 你 你们那个地方干什么 你姑姑抓了我男朋友 现在还关在少管所 这事 你说怎么了 是他自己偷了别人的摩托车 抓到人还肇事逃逸 他 他借了我自诩 是吗 那如果我们把你的照片 发到网上去 你是不是也是咎咎自诩啊 你 您把照片给我删了 给我打 救命 下劲了我抓了 救命 打死了 救命 救命 你们在干什么 台妹妹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妈 当时同时欺负我的时候 幸好那个叔叔即时出现 救了我 妈 那个叔叔 真的是杀死我爸爸的坏人吗 好吧 我 明天我去学校 如果玲玲真的是被欺凌 那她应该也没说谎 校长 张欣来了 好 那个黄思怡怎么回来 她今天生病请假了 生病 那行 你先去上课吧 好的 张欣 你是不是欺负了初中的李小玲 我没有欺负李小玲 把你手机拿出来 干嘛 警察阿姨 手机里面有我隐私 像这么给你一样 是 隐私 但是那也是证据 如果你们的手机 真的偷拍过 玲玲的视频或者照片的话 就算你们已经删除掉 我们也能通过专业的手法 给恢复过来 念在你们还是未成年 现在在学校里面 把拍的照片和视频删除掉 然后跟玲玲道个歉 一次继过处分 这件事情就算过去了 要不然 只能走司法程序 你们一定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张欣 我希望你敢做敢当 马上你就面临高考 不要因为这件事情 影响你考大学 只要你很承认错误 学校可以给你重新处理 我没做错 凭什么处理我 那行吧 校长 看来我还是得把孩子 带到所有区做调查 那行 走吧 我没做错 凭什么派出所 你做没做 咱们去了所里面 就一清二楚了 走吧 行 是我做错了 是我欺负了李小玲 为什么呀 就凭她有一个当警察的姑姑 就因为这个 来来来 先来坐 我站着就好了 坐嘛 坐 现在出来了 要好好计划一下你的生活 初音 接了 接了 好吧 我现在 真的没脸去见你家人 我现在真的没脸去见你家人 这十年来 我一直在改国自行 想重新做人 想重新做人 你在狱中救火 老里有人预谋打群架 你提前上报 还考了会计证 学了心理学 被三次减刑 我发现了不可原谅的错误 我真的是十分的后悔 你当年扬言要报复李家人 你知道吗 这十年 李家人一直生活在痛苦和不安之中 就怕你出来以后再做出什么过激的事 如果可以的话 我愿意亲近一切 来弥补他们 王所长 能不能求您件事 你说 他想当面给你们做一个迟来的道歉 我们不接受 这对我们来说根本没有任何价值 他只要不再来打打我们的生活 让我们过得安稳一些 我就谢天谢地了 我同意妈说的 就算她道歉 人也不能死而复生 都过去十年了 我们内心好不容易平静一点 不想再被她打扰 王所长 请尊重我们吧 就让她离我们远点 尤其是玲玲 那好吧 不过看起来 她确实改过自新了 你们也不必太紧张 话我带到了 尊重我们 孩子的心理呀 你们还是要多做书的吗 尤其是玲玲现在长大了 懂事了 你们不要避讳这个事情 要多和孩子沟通 这也是我现在担心的 但是我总觉得 得找一个最合适的机会跟她说 我看 既然玲玲见过图名了 不如借此做个心理建设 谢谢王所长 谢谢王所长 你哥是我招进来的 虽然我是他领导 但我们在一起共事五年 我对他的情感 就像家人一样 时间一晃 你哥都走了这么多年了 家里有什么难事 你只管跟我说 你已经帮我们很多了 我相信 我哥的在天之灵 一定会保佑我们的 走吧 妈 儿子不孝 连您最后一面 我都没见着 我后悔 我真的很后悔 做了那些事情 你放心 我一定改过自信 好好做人 好 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板 吃饭吗 我不吃饭 我想问一下你们这还招人吗 哦不招人不招人 哎 吃饭吗 你看我这手 我伤口都愈合了 你还不弥补我 什么 不是说好的情绪吃火锅的吗 哎 那人怎么了 去看看 这 这不是图名吗 哎 哎 发烧了 要不送他去医院吧 走吧 小姐累了 坐这儿休息吧 嗯 谢谢 姑姑 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可以跟我说说 赵伯爹 我可以帮帮您呢 你这个小皮孩懂什么呀 姑姑 我都是初中生了 就别帮我当小孩子看了嘛 还是小孩儿的好 你看童话世界 无忧无虑的 其实呢 小孩子也有忧愁 小时候尿床怕被妈妈骂 长大了呢 又怕考试考不好 那我们连练有什么忧愁 也可以跟姑姑说呀 其实呢 我就是希望你 还有妈妈和婆婆爷爷 都能开心一点 我知道 你们都很爱我 都在尽全力地保护着我 因为 我从小就没有爸爸 我们就害怕 同学在学校提起爸爸 其实姑姑 我能感受得到 爸爸呢 他一直在我的身边 保护着我 所以 我跟其他孩子一样 我也有爸爸 而且 我的爸爸 还是个英雄 我们连连能这么想 说明连连真的长大了 而且姑姑 那个杀死我爸爸的人 他这辈子都不会安宁的 所以呢 也没有必要 让他把握我们的生活 只要 他不再是坏人了 而且 他没有伤害我 还保护了我 那他应该 就不是坏人了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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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地方都不敢用它 你怎么突然 是那天我在做灵灵的思想工作 那孩子说的话触动到我了 孩子说什么呢 灵灵说 图明应该不是坏人 或许孩子的眼睛应该是最清澈明亮的 我昨天晚上梦到我哥了 他对我微笑和我敬礼 来来 林兄 请客 辛苦你了 张台大 实际上呢 我们这儿现在试差一个会计 但是你之前说的那个人 你知道和我们有点顾虑 是 他之前杀过人坐过牢 但是他在牢里也救过人 还被三次减刑 他那快捷师资格证也是没有问题的 话是怎么说啊 但是 他毕竟杀过人 你想 在我们地方上班的话 别人知道有个杀案犯 这个 不是很好吧 他之前杀的人 是我哥哥 就是轰动一时的 杀警察案件 哦 那个事我知道 对 可是 他杀了你一个个女孩 我是警察 而且 他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如果一个坏人 想要成为好人呢 我们要是给他机会 这就是给社会基伏 如果我们一直把他当坏人 那他可能永远都是坏人 所以 希望你们能给他一次机会 嗯 行啊 李警官 你都这么说了 那这样吧 呃 我们就会呢 开个会 大家再讨论一下 好吧 先这样 太感谢您了 那我就等您的消息 行 我先走了 好 再见啊 不是吧 警察同志我要报案 我女儿一晚上都没回来了 你快点帮我找找啊 您别着急行不行 你这么说 我一句有用的都用不上 哎呀你快点去帮我找找吧 我女儿这一晚上都没回来了 你什么时候丢的呢 在哪儿丢的呢 叫什么 行 警察 他女儿失踪了 着急得很 您先别着急 孩子一定会帮您找的 什么情况 你慢慢跟我们说 是这样的 我不是生意忙吗 这几天就忘了给他打电话 他平时就是玩的再晚 他也是晚上都回来的 前天晚上我出去打麻将去了 的回来都晚了 我就没太在意 但是昨天晚上 他一晚上都没回来 你快帮我找找吧 行 那您孩子叫什么名字 他叫张兴 在华城中学读高三 张兴 哎 不就是欺负玲玲的那个同学吗 哎大姐 她是不是还有个好闺蜜叫 黄思雨 对对 之前她在学校里欺负低年级女同学 学校给她处分 叫家长过来 这父母说都在忙 还是奶奶来的 我们确实忙 忙着打麻将的吧 这平时不是她奶奶带忙 带的挺好的 哟 您管那叫带的挺好 哎呀 你们快点帮我找找孩子吧 您放心 孩子我们一定会找的 昨天晚上 我见过那个孩子 你见过 跟着一个男孩 骑着摩托车 看他们两个关系 应该就是他男朋友吧 你查一下王峥是不是出来了 你怎么来了 王所长他找我 他应该在办公室 查到了吗 看见了 但为什麽 你全各自灭 你出在办公室 两个月 我女儿呢 欣欣 欣欣 你怎么这么不吃羞耻啊 放开我 你不是忙吗 不是打麻将吗 你忙你的 管我干吗 你这孩子 走 回家 你们干吗呀 你们再这样 我搞你们四所名载啊 王正 好久不见啊 小子 嘿 知道诱拐卫成年少女 什么罪吗 扑宽她的事 是我自己心甘情愿的 她没有诱拐我 王正 你知道张欣 今年未满十八岁吗 你如果再进去的话 可就不是少管所了 要不然跟我走一趟 给你扑扑法 我说说你啊 三更半夜都不回家 和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在一起 你像什么样子啊 大家都在来找你 你说说你 别问了 大伙伴我就跳下去了 我是不会跟你回家的 欣儿啊 你可千万别做傻事啊啊 你把我生下来管过我吗 哎呦 我们怎么没管你啊 每个月给我和奶奶生活费 就在管我了 妈不打麻将了行吗 你下来 张欣 这边这么多人看着呢 有什么 我们下来好好说 我就想找个能关心我 能尊重给我依靠 能给我安全感的人 好 张欣 其实我们都很理解你 你现在还年轻 以后的路还很长 来 听话 咱们下来好好说 走开 别在这儿假惺惺的 你不是想抓我吗 玲玲就是被我给欺负的 有本事 你帮我抓进牢房 欣儿啊 你快下来吧 你看 这么多人看着 多丢人哪 你想我丢人 你生我干吗 你想我丢人我就死好了 学姑娘 快等会儿 撂开 别过来 我跟你一块儿跳 大叔 你要跳别处跳 你跟我这儿凑什么热闹 我跟你说实话吧 其实我呀 早就想死了 不过呀 我就是怕过那个鬼门关 不过今天预计可好了啊 有你陪我一块儿 来吧 咱们一块儿跳 东梁 咱们一块儿 生疾病啊 我该怎么办呀 那我怕他一出这个派出所 他又去跳桥 这这 大姐 你放心 我们跟他沟通过了 这孩子呢 性格是有点叛逆 但是我觉得 他休息一下 一定会好的 这能行吗 这 要不 让我去跟孩子聊聊 你 你 我在监狱里的时候 我在监狱里的时候 看了很多关于心理学的书 本来呢 是治疗我自己的 我今天观察了一下 孩子现在是有逆反的心理 你们这么劝 是没有多大用处的 要不 让我试试 那就试试吧 那就试试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就出骗子 我还是个杀人犯 好了 你要是自己死 别拉我 我活得好着呢 你觉得你现在活得挺好 爸爸不疼 妈妈不爱的 我好歹有爹有了 这就是她说的心理学 什么就是见走偏锋啊 不按常理出牌 或许就是好牌 这也怪我们平时 对孩子关心太少了 你还挺知足的啊 你 你为什么杀人啊 一念之长 冲动 那你这辈子都完了吧 既然给了我 重新做人的机会 那我肯定得做一些 对社会有价值的事情 做了一时的坏人 但不能做一辈子的坏人呢 我没想真死 我就想吓唬吓唬他们 他们大人不负责 我们小孩犯了错 就只知道职责 有用啊 那你有没有 好好地跟你爸爸妈妈谈过呢 不是忙生意 就是忙着打麻将 我要钱就给我了 其他事情 他们也没想管我 说了不是打的就是骂 我也想跟他们沟通 都是我们的错 都是我们的错 我跟你说实话吧 其实 你的爸爸妈妈 心里是爱的 关心你的 要不然 你妈妈也不会来找你啊 你警察派来的 这么跟你说吧 我高中毕业 就去社会上瞎混 一事无成啊 后来 找了女朋友 她真的是伤透了我的心 好 我根本也不会再开心 我来说 都没来不开心 了 你怎么办 你怎么做呢 我就是 我都没听到 我还是不觉得 这个事情 你怎么做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造成了无法返回的创伤和痛苦 让我这一辈子都无法原谅自己 在此 我特想到自己深深的道歉 居公 感谢您的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李怡城已经去世十年 但他的信念一直影响着身边每一个人 李怡婷续写着他人民警察的梦想 也走出了哥哥去世的阴霾 而图明也在狱中改过自新 我现在真的没脸去见李嘉然 这十年来 我一直在改过自新 想重新做人 我知道 你在狱中救火 老里有人预谋打群将 你提前上报 还考了快级证 学了心理学 被三次减刑 当年 就因为感情的小事 我犯下了不可原谅的错误 我真的是十分的后悔 你知道吗 这十年 李嘉然一直生活在痛苦和不安之中 我该能赚undo 想看你 ident状态 也不想看你 我一定会 你会 President 他真的会 你都会 他真的会 你 是 你 他 你 他 不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